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对内存的应用 咱们介绍一下 管理内存 咱们有一个软件叫做MyMyCatch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咱们就得看一下 前面咱们刚刚学过MySQL 它跟MySQL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MySQL是管理数据是往硬盘内存 MyMyCatch管理数据是往内存内存 这是数据库系统 这是一个服务器上 在服务器里边 比如说我装了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需要它是一个CS软件 我们需要一个客户端连接的 对不对 那这数据库系统 这个软件装完之后就行了吗 装完你必须得启动 对吧 启动起来之后 它就在一个端口监听 这个端口什么端口呢 MySQL端口是不是3306啊 对不对 3306 然后我们通过客户端找到服务器的地址 通过36 是不是连到这个软件上了 然后在客户端里边执行的什么 还记得能开启 原来开启明朗好吗 是不是执行的色客语卷 色客语卷通过网线传给这个服务器 对吧 然后这个系统本身接到这个语卷 它根据语卷 你是要数据的还是取数据 还是还是什么管理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个软件根据这个命令 来管理硬盘里边的数据 比如这是硬盘 来管理这硬盘里的数据 对不对 见库见脸 读取数据等等 都是这样来的 这是命令行的 当然是手工操作 用户肯定不会手工操作 他喜欢在网线上点 或者某些软件在界面上去点 对不对 所以咱们可以用很多程序去连接数据库 作为数据客户端 可以是加瓦 也可以是MySQL 也可以是Python 也可以是Pro语言 也可以是PeerP 对不对 假如说是PeerP 对吧 和这个客户端是一样的 我们也得通过这个端口连接到服务器 然后在PeerP程序里边通过什么 Circle语句 也是在程序里边发送Circle语句 对吧 Circle语句给数据库 数据库取数据 整理数据给PeerP 对不对 PeerP在显示给你网站的前端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那这是数据库端的 对吧 这是数据库买Circle 那我们看一下 我这块标记一下 这是MySQL 对吧 那MyMyCash它也是一套管理系统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和这一样的 首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对不对 安装这个MyMyCash软件 安装一个MyMyCash软件 比如说 MEMCHE 对不对 安装这个软件 安装上我们就能用吗 软件安装完 它是服务器级的软件 对不对 我们必须得启动它 它才能接近才能控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启动它 它就有个进程 就MyMyCashD MySQL启动不是MySQLD吗 对不对 那启动以后 它就开启了一个端口 默认的MyMyCash的端口是 什么 11211 11211 MySQL默认的端口是3306 大家得对这些服务器的端口 有一些印象 对对吧 假如说我对服务器的IP地址是 192.168.1.111 比如说我的 假设这包机机遇名吧 假设云.IT兄弟连点新 对不对 这是服务器的地址 我知道服务器的地址了 知道软件端口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客户端连了 对 它也是CS结构的 所以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在任何机器上都行 对不对 只要允许连接我们就可以 在客户端里边 我们首先是得先连上这个软件 对 对不对 第一步连接上 连接上我就可以用怎么的 给它发送命令 它不是circle 嗯 跟数据固不一样 它就是什么 简单的一些操作命令 操作 命令 比如说 这命令 有 side 或者是get 之类的 这样简单的一些命令 听着吧 那这话我们操作的这个命令 那 看一下外面看这 它是管理什么呢 它是管理内存的 假如这是我们服务区端内存 对吧 它有一种内部的算法 叫做哈希算法 大家先不用理解什么是哈希算法 你就记得咱们存变量是用什么 变量 是不是一个变量名一个值 对不对 那他在往内存里存的时候 就是用剑值对这样的方式 对吧 用户给一个剑就相当于起一个变量 然后值呢就是变量的值 明白这意思吧 哈希是hash 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算法 要讲这个算法就多了 大家只要知道 在内存里存数里都是以剑和值存的 也不用剑库也不用剑表 明白这意思吧 不用剑库剑表 就是相当于像咱们一个页面里面 声明100个内存 100个变量一样都有值有变量 听懂啊 那在内存里存的时候 他在哈希算法 他里面需要存几个 可以存多个数据 比如说分别有什么 有剑 有值 有 长度 有时间 真的吗 比如说存一个变量 箭就相当于变量 对不对 存一个 比如说内部 对不对 名叫妹子 对不对 长度是几个呀 五个 在内存里存多少时间呢 存 比如说 1000秒 对吧 1000秒之后 他就会自动从内存里边给释放掉 明白这意思吧 像变量的话是脚本节奏释放掉 像内存因为技术软件管理吧 软件管理 直接指定时间 对不对 如果要它一直存在的话 你时间不指定会指定零 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里边一直存着 对 当然这里边我们可以存多个 比如说 再存一个明 箭的不能重复 因为重复的话是一个 对吧 比如说 存 呃 呃 呃 用户 比如来个工 对不对 存长度上的也是呃 四个对不对 然后存 假如说我零代表永久国际一直存着 对不对 所以呢在内存里边就是类似于存这样的格式 对不对 而怎么往里存怎么取 谁来管理的 是不是就麦妹开始管理的 他往里存 然后你发送命令控制他 告他往里存 他又从这取出来 然后从中当中发给你客户端 能理解这问题吗 嗯 这就是我们麦妹开始的工作原理 嗯 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他要比 学买cycle简单多少呢 简单不止十倍 哇 明白的意思啊 听起来 对 因为因为买cycle的话 你有管理的话就管理库管理表 对不对啊 管理器优化的设置分工分表啊 是不是好多啊 嗯 而麦妹开始本身不用 他就相当于管理变量一下 对不对 就是存取删除 对不对 还没有便利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 对吧 嗯 那我们咋要注意 用麦妹开始管理 我就能存自乎串吗 只要是数据 都能往内存里存 对吧 后期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 视频我能存到内存里 图片能 声音能 文字能 整形能 福点形成 什么类型都可以 对不对 只不过他命脸上操作不好 做这样的实验 用程序操作就好了 对不对 那说到用程序操作 咱平时用命令管理内存远长的 比如说我在这会儿 管理妹子机器的内存 对吧 只要妹子机器装好这个麦妹开软件 起动起来了 IP还告诉我了 端端他没有改过 还是11211 对不对 我开几客户端 我是不是就可以连接上 我这会用命令 像妹子内存里边 存几个面量 取几个面量 存多长时间存多长 售多可以设置 对吧 咱说了 买CQ命令行 还不适应用户操作呢 对不对 都是管理者操作吧 那 再有什么 谁呀 程序 对吧 把它往内存去存 所以呢 和买CQ的原理一样 我们也可以用PP程序 Python程序 加法程序 破语言对不对 这些语言也都可以对不对 那首先第一步也得干嘛呀 服务器材肯定得开启了 对不对 然后PP 当然PP里边得安装 能操作麦杯开始的扩展 对吧 PP是提供这样的扩展的 在后期讲PP的时候 跟大家说 连接上了这里边 在PP里边 是不是利用PP的函数啊 对不对 然后执行命令 用PP的函数执行命令 比如说执行添加呀 或者是删除命令啊 对不对 添加删除命令这样 这样就可以添加删除 对不对 然后给他麦杯开始 接到那个添加删除命令 接到你要添加删除的什么数据 就把内存里边去设置 对吧 但是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内存你的数据 我整个服务器重启 内存的数据 是不是重新出的话 我麦杯开始重启 内存数据也没有 他因为它是服务器 可以重启啊 重启内存数据也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用内存做管 存最适合 知道吗 现在应该了解麦杯开始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下这课我们来学习麦杯开始安装什么的 就好一些了 对吧 那他说用内存管理 在成语里管理 那咱们在做外部开发的时候 麦杯开始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也就是在外部中麦杯开始怎么用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 假如说我用阿帕奇做外部服务器 在一个服务器里面 这边除了麦杯开始还有阿帕奇 对不对 当然有可能也有麦米 麦瑟友可能装在同一个机器上 对不对 那咱都知道阿帕奇是进程管理的方式 是不是 也就是你开架阿帕奇有100个用户正在连接 他会有100个子进程 对吧 那你每个机程都会分配什么 一个子进程给他 所以阿帕奇消耗的是cpu 对吧 消耗的cpu 而阿帕奇用到的内存很少 明白的意思 比如说阿帕奇一个网站服务器 用到内存是用到了10% 对吧 用cpu弄到了90% 对不对 那内存是不是限制了 而麦杯开始这个软件 启动起来之后 用起来 他消耗的cpu很少 但是他怎么办 用的他是用内存管理说 用的内存比较多 所以这样能将你买的一个服务器的资源不浪费 阿帕奇用cpu 麦杯开始用内存 麦塞和用硬盘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是不是这几个装在一起的话都用上了 嗯 这就是我们要资源不浪费 叫什么 嗯 那在外部中麦杯开始这个软件怎么用 既然他知道了 用prp我们可以连接他 像麦塞和客户端一样管理这样的数据 那我们在prp里边发送命令 我这里存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取数据 而且内存还是临时的 嗯 对吧 所以我们做款存用 怎么做款存用 看一下 做一个中间层 比如说这是我们prp程序 对不对 要想持久存的数据 那数据肯定是在哪啊 是不是肯定是在数据库里存着的 对 对不对 看一下 我prp如果经常往返于连接数据库 数据取数据 对吧 咱说数据库的瓶颈 无非就那么几点 第一个 连接度 对 就是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连接 是不是等一会再通吗 对不对 第二个 访问大 对对吧 经常连接上来经常取啊插入 对不对 很麻烦 再有的是什么 存储度 对吧 那么 这三个都是影响效率的问题 是不是啊 那如果我在这块装了一个谁啊 装了一个mime patch 软件 对不对 它是什么 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管理什么 管理我们的内存条啊 对 是不是啊 管理我们内存条 那我这样 比如说我们首页上一刷新做一个查询 对不对 我能够第一次查询肯定数据在数据库里的 对不对 查到之后 光颜色 我给客户端一份 对不对 同样的数据呢 我又给mime patch一份 mime patch把它都存到了内存里边去 是不是这样啊 那 第一遍查肯定得取出了 对不对 往这里存 它是不是就中间线了 那我们再有什么 如果我再请求数据 我会先到同样的取数据 你在程序里边可以判断这个数据取没取过 对不对 那我先会怎么的 到mime patch里去取 如果这里边有数据 直接就从内存里边取 给应付显示了 是不是就不走数据库了 对吧 如果这里边没有的话 再到这里边再取 取完之后再管存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只有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同样的访问是在数据库里去 对吧 以后访问都在内存里去 你想要速度是不是很快 那数据库的连接是不是减少了 对吧 数据库的频繁反问是不是减少了 那能大大提升你网站的访问速度 对吧 那再有 咱们一开始还可以做分布式 什么分布式呢 就是 后期做成我都会给你做一下啊 假如说 你有十几台服务器 对吧 一台服务器的内存是不是很小啊 对不对 你可以分布到十台二台机上 所以呢 我们在每一台机上都可以装迈没开始 对吧 然后呢 他从数据库里取数据 会像巴普克牌一样 均匀的用哈希算法 分到每个迈没开始机器里边 这你是不用管的 千万记住 不是用迈没开始存重复的数据 说怕迈没开始数据丢失 我存多份 没有必要 迈没开始只要设计的时候存都是零件数据 就不怕数据丢 真实的数据在数据库里呢 数据库是不是还有备份呢 对不对 所以不怕数据没 对吧 所以他就是换存的 那你就是内存就利用他的空间 均匀的存到每一个里边去 对不对 这样的话第一次取一条数据存在这里边 对不对 第二次从数据库取出来 存到这里边 第三次存到这里边 第四次存在这里边 然后取的时候 他根据哪里的数据从哪个里边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是内存的一个分布设 嗯 那这些人都会介绍 再有 什么呢 麦妹开始做规划控制 特别的合适 嗯 因为每个用户登录到服务器 他的信息都是临时的 他一退出数据 什么就没 所以用户规划信息都是临时的 但用户注的信息是长久保存的 对 是登录上去这个临时的规划信息 对吧 而且这个信息不好换存 所以用内存做是最方便的 嗯 后期咱们都会介绍这样的技术 所以记住 咱们学麦妹开始 咱们重点学两个东西 知道吧 嗯 一个就是这个软件的本身的操作 像学数据库本身的操作一样 那在程序里操作呢 一个就是缓存色课语句 嗯 用户查过的数据就不要再查了 就从内存去 第二个就是做绘画信息 嗯 用户登录信息都在内存里存 对不对 别的硬盘里边反复速度快得多 而且呢 你这一部分是没法用文件做缓存的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用这个做缓存正合适 嗯 麦妹开始的机制就跟我们什么 就跟我们赛神 以后咱们要讲的绘画控制机制是一样 当然了 咱们现在没学绘画控制了 我在咱们的课程里边 就用peerp 用它的什么功能 或者四个字的功能先做 学绘画控制 我再会过来用这个做 好吧 好谢谢大家 由于时间关系 那咱们什么 咱们麦米开始 应用说明就介绍到这里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 麦米开始是什么东西了 在web中该如何应用了 好 谢谢大家 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